其中chartroom那裡有人就問金比出手私有化華智 開始追不追好 當然現在都開了市一陣子 都炒上去 還是有沒有其他概念股可以跟進? 即是他就說有沒有公司都有私有化的潛力 另外Calvin也有Facebook留言就說 究竟現在4元私有化有沒有什麼特別含意? 會不會是為了恆大事件一個部署呢? 為了恆大事件一個部署 我看到網上也說 大樓正在下一盤大棋 那些KOL的文章 還有卡住了他的圖 我忘記了他的圖說什麼 總之就是恆大事件 會有些人說大樓都蝕錢了 是不是都做了韭菜呢? 因為其實華智、大樓和恆大加印的關係是比較密切的 之前也涉及了一些香港物業的轉運 那你總不會所有的每一單交易都是賺錢的 其實他就算可能在那邊虧了一點出來 但其實之前可能只是之前賺了很多的虧了一點 至於華智的私有化 究竟跟恆大的事件有沒有關係呢? 我想未必會說是為了恆大事件做什麼部署 反而是華智本身已經沒有什麼新的業務 那很大程度都是拿著恆大 還有拿著其他資產 香港也有很多 而那個華智的股價 基本上都可以說是跟恆大近期的風波有關係 影響到它下跌 而跌到一個基本上還要低過 即你可以進行反正 股價和它手上所持的資產的價值的對比 其實它這裏不是用了很多錢 它就私有化了一堆資產 但是對於小股東來說 那我是不是就可以 我計算 因為現在很多本地地產商 其實股價挺大幅折扬的 那我是不是可以計算這樣買呢? 就是著數呢? 那這個就是另一個問題 因為本身香港的地產商 在資本市場上不算是很熱炒的板塊 那股值一直都是偏低的水平 所以你買了也不表示它一定會升上去 是 而這個私有化的舉動 其實對於大樓來講是一件很著數的事 前的收市價 其實它上天是有個成交移動的 那天突然間29日 不算很大成交 但是突然間急升的 那就有機會是由一些市場人士 有些春光鴨 有些財賊 如果你計算那天前 它是兩個多 其實它現在用4元私有化 是日價很高 但是對比起它似的資產來講 它都會是賺 那不是浪得虛名 所以大家就不要以為人家虧了多少錢 其實還是有很多地方在賺 至於你說追不追 其實 它就說到不會提價 現在每股作價是4元 那為什麼現在那個交易價不是4元呢? 因為還有那裡的錢 就是一個Risk Premium來的 那就因為你有一個失敗的危機 私有化這件事 所以基本上現在一開 已經是反映了一個私有化的條件 那就未必說是那麼值得追 很多消息出來的時候 那至於你說有沒有其他有這樣的可能性呢? 其實一路以來都有一間一路以來都會有這樣的可能 但是你究竟要去等 要等到什麼時候呢? 你會不會等華致私有化等 但是它就看著股價不停滾的時候 究竟最後的埋單是否真的在賺呢? 那你我覺得未必會專程這樣去等 但是如果你說都有私有化的可能性 而且都可以考慮一下 或者本身那個公司都好的 可以看一下1113詳實的 1113本身近這幾年就是 李嘉誠父子都不時是有珍慈的了 但是我覺得真的很難去猜 別人幾次才有化 但是本身大股東有珍慈 其實也是對公司有信心的表現 也都是本身是有很多的優質資產的 那麼前陣子都注入了海外的基建的業務 那麼在上這一兩年都有一個 英國的Green King的收購 那麼就連賣地皮 那麼這一方面呢? 其實我覺得OK的 還有呢?它是打了下來的 前陣子就 其實它未出這個 擔心地產商遊戲規則有變的時候 已經是下落的了 那麼現在呢?它是一個輕微的反達 譬如我看到剛才你們的推介會 是選16 那麼另一個都可以看看的 就是長實 1113 那麼如果現在 今天收得穩45.5元以上 算是一個突破的賣入訊號 那麼你就可以大約是 用回今次大跌的底 41左右這裡 做止設位 那就去看上去 短線反彈來說 如果你說長線呢 如果你說真的長線來說 是很值級的價格水平 那就應該是40元以下 但是你會不會是不再出現呢? 如果你又很怕錯的話 那其實你可以 都可以的 當然40元以下的估值上 是一個吸引水平 曾經都有出現過幾次的 這幾年 是